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飛空拍機會比較安全 那我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個人經驗 給一些小小技巧 給一些初學者啊 或者是你想要買空拍機的人 給你們參考參考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唄 我飛空拍機也飛了三年多了 那當初也沒有什麼明確的法規 來規定像是不能在夜間拍攝啊 等等等等 但是到了109年3月31號 新的法規上線了 簡單來說就是分成三種區域 紅色、橘色、綠色 限飛區、限高區跟隨你飛的綠色區域 那限飛區呢就是連開機都不能開 你想起飛也都不能起飛 除非你有特別申請之類的 第二個就是限高區 限高區通常都在機場附近出現 那高度是60公尺 那怎麼算那個60公尺呢 是以機場的 海拔 高度再加上60公尺 像是台北的松山機場是海拔 5.48公尺 所以我們只要找比 海拔 65.48公尺低的地方起飛都沒有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第三個就是隨你飛的綠色區域 但它還是有一個高度限制是120公尺 那這個120公尺跟剛剛不一樣 不是以機場的高度 也不是以海平面 它是以你起飛的高度來算 所以如果你爬到一個500公尺的高山 那你就可以飛620公尺以下的高度都沒有問題 所以通常飛空拍機就是去山上飛 你就會自由非常非常多 開心飛哪裡就飛哪裡 飛空拍機之前我們還有兩項東西要確認 正風風速 正風如果太強的話 我們空拍機就直接翻過來 我們就追擊啦 那風速如果太強的話 我們就順著風飛出去 結果飛好遠好遠 逆風飛不回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避免這兩項問題發生呢 查清楚說明書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確保飛行的安全 那確定完可以飛行的區域之後 我們就要來飛空拍機啦 那第一個人要開的就是遙控器 而不是空拍機本身 我們先開遙控器 再開空拍機 這樣會比較安全 現在大部分的空拍機遙控器 都是連接手機的APP來做操作 所以我們下一個要檢查 就是手機的效能有沒有問題 它會不會LAG 或者是它的電量足不足夠 那像我之前就沒有注意到 手機效能這個重點 那飛上去之後 哇賽不得了 可能電池已經快沒電了 然後手機又卡卡LAG閃退 哇賽不得了 那你就是一個很刺激的狀態 又低電量空拍機在上面 然後手機還在那裡連線 所以就是要檢查一下手機的效能 確定它OK 或者是每次拍攝之前 你就再重新開機你的手機一次 讓它保持一個新鮮的狀態 那麼手機遙控器 空拍機就連線完成之後 第一個要確定的就是GPS的訊號 那我個人建議是大家都在 有GPS的環境下飛空拍機 如果你沒有GPS當然也是可以起飛 但是你的空拍機就會隨著風這樣子 飄來飄去非常可怕 不小心就會撞到牆壁 那當然更專業的他們可以測風速啊 然後去計算一大堆 那個是專業人在用的 那我們如果只是想要開心飛空拍機的話 盡可能是在有GPS的環境 你才能精準旋停 讓GPS固定你的空拍機 讓它不會被風吹走 那我們GPS定位完成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設定起始點的位置 那這個也很重要 如果你不限個斷線 然後你又不好好設你的起始點 它可能就飛到遙遠的地方 你就飛不回來 這個超可怕 所以要記得設定好你起始點位置 下一個重點就是每一個飛空拍機 都非常非常重視的 就是空拍機的電池 那你每一次飛空拍機都一定要充飽它 因為飛行的過程非常傷電池 就是它是一個高速放電的一個過程 所以如果你沒有充飽電池 哇塞你的電池應該很快就掛掉了 在飛空拍機之前一定要進去APP裡面 檢查我們的電池電壓正不正常 那我們要看的電池電壓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電池組的電池電壓差距 不能超過0.03 那如果超過0.03 你就可能要換一顆新電池 或者你如果讓它飛上去的話 它可能就會從天而降 然後就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電池真的是飛空拍機最大的安全重點 你一定要好好檢查電池電壓再去起飛 不要因為趕時間 然後就律過這個動作 真的超級危險 安全還是第一的啦 好啦那接下來就要起飛啦 那我們要確定周遭沒有任何可怕的東西 像是小孩啊或者是動物 這種無法控制的東西 那我們再次抬頭看一下天空 看一下有沒有電線桿 或者是樹枝遮蔽你的天空 如果有的話我們就換個地方起飛吧 那空拍機起飛依我個人的經驗 我喜歡盯著空拍機慢慢的起飛 就一直盯著它 飛高過於任何危險的物品 像是電線桿之類的東西 我們才把視線移回我們的手機 因為我們的手機是2D的 我們看不到任何的 電線桿距離到底多遠 那非常危險 不小心就會墜機 所以我們會盯著空拍機 飛高過於任何危險的物品 我們再看著手機繼續飛行 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技巧就是我們起飛的時候 盯著可能是垂直的往上飛 先垂直往上飛 先不要前後左右亂飛 這樣子很容易就K到你啊 或者是傷到旁邊的人之類的 非常危險 所以盯著可能是先往上飛 飛到一定的高度 我們再往前飛 往外飛 那我們空拍機垂直飛到一定高度之後 我們就可以低頭看手機螢幕了 再次旋轉確定周圍 沒有任何的高壓電塔 電線桿 沒有建築物的遮蔽 沒有任何電線基地台影響訊號傳輸的可能 我們就可以直接飛出去啦 拍拍美麗的畫面 如果你要飛的地方是在城市裡面 在建築物跟建築物之間穿梭的話 法規是寫說30公尺以上 但是30公尺非常非常近 你如果飛到30公尺的話 你應該已經快要撞到建築物了 所以就是盡量遠離任何危險的物品 因為如果你飛靠近建築物30公尺 那非常容易斷旋 非常危險 所以盡量避開就沒有問題 一直飛一直飛一直飛 到底要留多少電量返航呢? 官方是寫60%非常保守 它預計你會一直直線飛行 那當然你折返可能會遇到逆風等等的因素 所以它60%就叫你返航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周圍繞圈 沒有飛很遠很遠的話 你可以自己斟酌 到底什麼時候要返航 拍攝完成之後 我們就要讓空拍機回家啦 那飛到視線範圍之後 我喜歡先讓空拍機轉正 轉到跟我的視線同樣的方向 這樣比較好操作 如果你忘記轉回來的話 你往左的話它會往右 往右的話它會往左 超難控制的 所以記得轉正 這樣操作比較直覺 那飛到視線範圍一樣 盯著空拍機 確定周遭沒有任何的可怕人物 像是小孩或動物 我們就可以安全的降落 我們就完成了一次的 空拍飛行 OK 那我們今天的 怎麼安全飛空拍機的影片 就到這裡為止 那讓你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攝影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